請大家就座 謝謝 我們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大家辛苦 感謝 天氣這麼熱 尤其我剛才坐在旁邊 那邊下來都燙的 那天然的熱氣 燙起 那麼 今天 我們大家來這裡上課 主要就是說 要提醒我們將來 執政的時候 我們的執政能力 我們了解說 我們做隔園 做滾鏽 要怎麼蓋議會 要怎麼溝通 那麼 我們將來是要走 像日本這樣 來個座 這來個座 有英國 的系統 那麼日本是有英國的系統 所以 很多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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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會那個 內閣 拼車去做 隔園 所以我們 府會可以說 將來是 差不多港黨 譬如說 如果有 政黨政黨 是 府會是一家親 這樣有一個好處 執政的效率會比較好 比較不會這樣 受冠 像 三權分立有三權分立 總統席 五月好處 但是他如果在 不一樣 像現在美國 參議院 跟總議員 擁有多數的黨 不一樣 這樣 他們就收縮後腳 互相抵制 所以 累計幾年 年底 美國政府 停擺兩個 兩個禮拜的那樣 這就是 府會 他們不一樣 不配合的關係 所以 將來我們 民政府這件 我們要學日本 的內閣制 所以 的名字 我就來 教我做的powerpoint 來向各位來介紹 首先 我們也要了解說 國會議員 他在做什麼工作 他有什麼職權 將來 我們要來做 內閣裡面 在做隔園 我們要向 議會 向國會 來提案 因為將來 提案權 台北人都在 內閣隔園的 行政人 所以這很重要 表面上 好像說 國會 是唯一的立法機關 但是提供 提案的 也就是 行政部門 如果是內閣 所以 將來提案是 台北都是 內閣的成員 不論你是 州人的內閣 還是中央的內閣 台北都是你們 有提案權 OK 那麼各位 為了他的尊嚴 為了他不要 要讓別的機關來干涉 控制 所以他 另外規定 有自律權 我們來看他有什麼 做這個 決定權 組織決定權 因為 待會兒 要科技 所以我怕有一些 高砂的朋友 聽不懂 閩南話 所以我想用北京話 反正一樣都是外來語 那現在北京話 大家比較聽得懂 很多人都誤會 把閩南話當做台語 我認為這是錯誤的 閩 福建簡稱閩 福建的南部 就叫做閩南 張州 泉州 廈門 金門 他們用的語言叫做閩南語 那麼因為 從鄭成功 快四百年前 他就把這個語言 帶到台灣 一直 把閩南語當作官方語言 所以變成到現在 大部分的 貧埔族 都學會了閩南語 卻把閩南語當作 台語 我認為這是錯誤的 那如果聚集在200年 我們都講北京話 我們以後可能說 我們把所謂的北京話 當成台語 組織決定前 就是說 國會的議會裡面 你要選議長 副議長 都是國會自己來組織 來投票選舉 還有 要成立相關的委員會 來配合行政部門的 這些委員會 也都是由國會自己來組織 包括 他的人事決定權 他要聘請哪些人員 好比說要聘請警衛 行政人員 秘書處的一些人員 他自己有決定權 好 還有議事規則的決定權 或者是說制定權 這個意思要怎麼運作 怎麼規定 也是由國會自己來 制定 不是由外部的機關來制定 好 還有安全秩序維護權 國會本身也有警衛權 他也可以自己成立一個部門 來聘請警衛 而這些警衛是由 國會的議長 或者州議會的議長 來指揮 他這個系統 跟外部的警察 系統不一樣 跟 好比說現在的 中華民國的警政署 他們不一樣的系統 所以 這些警衛是聽議長的指揮 來維護 國會的安全 或者州議會的安全 包括維持秩序 這是由議長來指揮的 財務自主權 這個跟一般的審預算又不一樣 或者編列預算不一樣 國家的行政部門 編的預算要送來給國會審查 那麼國會要運作也要花錢 那麼這些預算 是他們有一個自己編預算 然後他們成立一個 國會營運運作的委員會 來審查這些預算 連預算也都是他們自己處理 不會受到外部機關來控制這些預算 而來影響國會的自主運作 這是當作這個國會自主權的主要的意義 好 議員管轄權 所有的新當選的議員 在任期期間 都接受 國會有一個這個議員的管轄權 包括他的資格的認定 或者他有犯刑事案件 如果檢調單位要來調查 或者要逮捕 要國會通過 他才可以去逮捕 他有國會可以撐起保護傘 在會議的期間 可以保護這個議員 在會議期間 繼續不受干涉的情況下 來開會 那麼 如果議員 有違規違法 那可能要懲罰他 要撤除他的議員資格什麼的 這由國會 的院會裡面 他們自己投票 來決定要怎麼懲罰 這也是 不受外 這個整個都是他們自己有這個權利 不受外 不得干涉 好 那麼國會在開會有一個固定的會期 他不是說從 像一般的公務機關 從年初到年尾 天天都在開會 沒有 他是有一定的會期 那麼 新當選以後 新的國會議員 新當選以後 就要召開會議 來選新的政府議長 然後組織委員會 委員會 像等一下會講到 有20個委員會 好 那麼 會期不繼續原則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在這個會期 你所提出的法案 經過審理以後 如果沒有通過 沒有在這個會期期間通過 那麼 這個就變成廢案 不能在下一個會期 再繼續把這個會期沒有通過案子 又拿出來審議 不可以 這叫做會期不繼續原則 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下一次的新的會期的時候 已經可能有新的法案提出 有急迫性的法案提出 需要趕快來審理 不要說到上一期沒有通過的法案 來阻塞整個議案的程序 或者是效率 這是他這樣規定的一個原則 好 議案不再審議的原則 如果這個議案 在這個會期已經有通過 那你不可以再重新提出來 說要修改 或者要增加什麼東西 這叫做議案不再審議的原則 這是為了不要讓這個提案 有朝令夕改的感覺 已經通過了 你又馬上提個案子要修正 好 議會之總 會議之總類 有分定期會 會議 還有臨時會議 還有一個特別會議 定期會就表定了 按照表操課的這個會期 臨時會是如果有什麼臨時的事情 需要增加開會 或者是議案太多 怕審不完 所以可以再多開臨時會議 那麼特別會就是 好比說 有被行政部門所向提出 提出解散眾議院 好 那麼在40天以內 一定要重新選舉 那重新選出來的議員 國會議員 就要馬上召開會議 召開特別會議 馬上選出新的政府議長 來維持國會的運作 這是特別會 好 好 那麼 國會有常設委員會 這邊有列20個 這是 我們 主要這樣看過去就好 因為我們 這個 郡守的這本 珠紅色的 在68月上面有 等一下我們還會 去讀他的戲目 那麼我們就這樣看過去 就有內閣委員會 地方行政 法務 外務 還有大帳 財政委員會 還有文教委員會 厚生衛生醫療 榮林水產 商工委員會 運輸委員會 還有通信委員會 勞動 建設 安全保障 科學技術委員會 還有環境委員會 預算委員會 決算 醫院營運委員會 還有懲罰委員會 一共有20個 這個是常設的 那麼還有非常設委員會 就有時候 相對應行政部門的 一些提出新的法案或什麼 需要新設的一些 一般的委員會 那是屬於一般的 好 那麼國會法 國會有法定 有效的出席的人數 的席數 好 一般都以二分之一以上 為原則 那麼 但是全院的會議 就以三分之一 出席的人員為原則 為什麼會這樣定 因為全院會議 人數很多 像 日本 他們的眾議員 有480位 那你如果說要二分之一 就至少要240位來出席 那這個 人數蠻多的 經常為了這個二分之一 湊 湊不到人數 就流費 這影響意識的效率 所以一般的 全院的會議 就以三分之一以上出席 就可以 開始 審議 好 那麼 國會表決的型態 有 相對多數 好比說 在選議長的時候 如果有五位候選人 那只要 最高票的那個人 他就可以當選 不一定要 超過半數 只要他是最高票 就可以算當選 但是 好比說如果規定 要絕對多數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超過二分之一 好比說這五個獲選人 沒有一個人是 拿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選票的時候 那就要 把最高票的那兩位 重新來投票 那一般第二次大部分都會過 就是大部分都會 有一個會通過 好 另外一個叫特別多數 如果要修改憲法的時候 那這個因為修改憲法是知識體大 所以 就規定要 三分之二以上 通過 才可以算通過 三分之一以上同意 才可以通過 那表決有分 舉手表決 取力表決 記名或不記名表決 或者是用電子按鈕 這比較新的就是電子按鈕表決 好 那麼 議事一般以公開為原則 就是要 在光明正大的情況下 讓所有的 老百姓也可以知道 國會議員你們在開什麼會 在 是怎麼 法案是怎麼通過 那麼 第一個就是要公開 實況轉播 這個最近因為看足球看多了 變成賽況轉播 把那個實況的實 打成賽況 好 那個足球很精彩 OK 這個轉播就是公開 讓全國的百姓都了解 你們在議會是怎麼運作 怎麼開會 好 要 要讓媒體有採訪的自由 而且可以自由報導 第三個 保障旁聽的自由 你只要去申請 那 當然旁聽 他就有限制人數 為了議事的這個安全 或者是議事的這個 不會影響 那個議事的進度 所以他有規定 因為 看那個空間 那麼 這個也要保障旁聽的自由 還有 整個議事的情況 有一個議事錄 你要經過公開出版 讓民眾有需要的人 可以跟國會去購買 好 那麼這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就是說 要方便 所有的國民充分了解 並監督議員 在議會裡面是不是盡到責任 第二個 就是形成民間的共識 還有輿論 因為經過記者的實況報導 或者是在報章雜誌寫專論的時候 讓所有的人民 更了解 整個輿論可以引導整個 那個民意的走向 那那些在議事廳裡面 審議的人員 這些議員 他們也要體察民意 了解民意的走向 才不會通過的法案跟民意違背 可以更接近民意 在國會運作公開透明 使議員受到監督 他在國會的表現 作為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他要不要再投票 繼續支持你這個議員 就讓議員 他不敢違背民意 或者是偷工減料 偷懶 OK 好 那現在要再介紹 日本國會 因為我們將來要走的是 日本國會的這個內閣制的 日本內閣制的狀況 所以日本的國會 我們也要去了解一下 好 日本國會是國民的代表機關 這是日本憲法第43條 第一項所規定的 他是國民主權的代表 是國家之議員 實施間接民主制 這個國家之議員就是說 雖然你是 好比說 琉球選區選出來的 國會議員 但是只要你當選以後 你就是整個日本國 國會的議員 你不是只為了爭取你 琉球地區的人民的百姓的幸福 而來立法 而是要 以國家之議員 是從整個國家的利益 整個國民的利益的角度來思考 你要立法 你要提案 你要審議的這個角度來看 變成是國家之議員 他也是國民的代表 OK 他是國家權力最高機關 這是日本憲法第41條的規定 因為是國會立完法以後 才交由行政機關 依法行事 依國會所立的法來行事 所以他是權力最高的機關 好 第三他是國家唯一的立法機關 要立法沒有別的管道 就是只有通過國會議員來立法 OK 這也是憲法第41條規定的 好 那麼國會的組成 他是兩院制 參眾議院兩院制 那麼參眾議院他們組成的成員 眾議院有480位 其中的480位的300位 他要透過選舉 另外180位 是黨代表的那個 黨代表制 就是說 這是中華民國現在的那個 單一選期兩票制 一個是選人一個是選黨 然後以你黨的得票數 來決定你有多少個議員 可以列入 OK 那麼 參議院有242 一共是722個人 也算蠻多人的 那麼國會議員的地位 有哪些 國會議員你要當國議員 沒有要取得的方式 沒有別的就是參加選舉 你通過 國會的選舉 可以高票當選的 其他沒有其他管道 好 國會議員有哪一些權能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提案權 還有對內閣質詢權 還有對議題有質疑權 不管你是行政部門提出來的法案 或者議員本身同僚所提出的法案 你可以去質疑 為什麼你是這樣提案 為什麼不是那樣提案 好 還有議會的議案有表決權 一般議案都是先送到各相關的委員會 相關委員會通過以後才送到院會 所以議員就有議案的表決權 好 那國會有哪一些特權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他可以獲得年薪 這是保障他 基本的生活費 還有他的 在國會運作的時候 所需要的一些交通費 像日本 他們做新幹 國會議員做新幹線是免費 那麼每一個月 有四次的往返 你可以四次往返 去你的選區服務 這個飛機也免費 不受逮捕的特權 就是只要開會期間 國會可以撐起保護傘來保護 還有言論免責權 這大家都知道 讓你可以暢所欲言 好 那麼國會的活動程序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有國會的會期 剛剛講過常會 臨時會 特別會 那麼國會在審議的時候 他有法定人數的限制規定 剛剛說的會議要公開表決 重要的是這個 兩院的協議會 就是萬一這個法案 送到眾議院 眾議院有通過 可是再送到參議院 如果參議院沒有通過怎麼辦 那就要有開一個兩院的協調會議 看問題症結點在哪裡 那個把那個症結點 來妥協相互之間 重新來解決這個 為什麼會不通過的地方 就是要開一個參眾兩院的協調會議 好 眾議院有解散的這個規定 好比說 首相如果發動 那個解散眾議院 但是這是刀的兩任 兩面 你解散了眾議院以後 你同時你本身也要解散 你要倒閣 你這些 這個 閣員要總辭 這是等於 重新選舉 重新選國會議員 重新選出議長 重新來 這個得票數最高的黨 他們才有資格來組成內閣 一般那個黨的黨魁就是當首相 那麼萬一 你這個黨也沒有過半數 那你就要去聯合其他小黨的議員 來過半數以後 你才可以組閣 OK 那麼 唯有那個參議院 不可以解散 如果萬一眾議院解散 然後 行政部門 那個也總辭了 那怎麼辦 萬一國家發生重大的事情 要保留這個參議院 才可以有機會來開緊集會 來決定如何應對 目前所發生的國家大事 好 這是規定 參議院不可以解散 只有眾議院可以解散 好 那我們來分析總統制跟內閣制 來做一個比較 這是參考這個 田弘麗他所做的 做的那個 所寫的國會助理手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總統制代表的國家有美國 或者菲律賓 那內閣制代表國家 英國 日本 德國 他們元首產生的方式 第一個 總統制的是 他是經過選舉 這個總統就是元首 那麼內閣制 他們大多都是世襲 像英國的女皇 或者日本的天皇 他們都是世襲的 好 那麼元首有哪些職權 那總統制他是實權的總統 整個行政權在總統的手上 好 那麼天皇或者女皇都是虛位的元首 他只是國家代表的象徵而已 好 那麼隔園可不可以兼國會議員 在總統制不可以 那麼內閣制是隔園兼國會議員 所以我剛剛講說 將來會輔會一家親 好 附屬的制度 在總統制國家是沒有 那個內閣制是有 那麼行政首長要向誰負責 總統制的總統他是行政首長 向人民負責 那麼內閣制 行政首長是向國會 負責 因為 是國會 授權這個最大黨的這個黨魁 去組閣 去當首相或者是說總理 所以他要向國會來負責 有沒有倒閣權呢 總統制沒有 那內閣制就有倒閣權 就是眾議院可以發動倒閣權 好 解散各位 那個總統制沒有 好 內閣自由 好 那麼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 在總統制行政權屬總統 立法權屬國會 他們是兩權 那麼在內閣制 行政權屬內閣 立法權屬國會 但是行政立法合一 普會一家親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先基本了解 因為我們平常 都是接受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法制 他們都是總統制 我們一直在講三權分立 很少在講內閣制 那麼內閣制這些 兩個做一下比較 我們就會知道 內閣制他們是怎麼運作 好 國會議員的職權 第一個他要議決法案 第二個他要審查預算 還有戒嚴案的宣佈 或者解除 那麼特色案的通過 或者宣戰案 像美國 你不是總統 向哪一個國家宣戰 而是 國會通過 然後才交由行政部門去執勤 可以派國防部派兵出去打仗 好 購合案 也是要國會通過 好比說 準備 不再繼續作戰 這個過河案 或者是 停戰以後 要簽訂和平條約 這些條約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 一些條約 這些都要 如果是國際條約 要送回來 給國會通過 這個條約才會算數 這七個是 國會議員的 本身的職權 好 那麼 要怎麼樣才可以成為優秀的國會議員的條件 第一個 本身專業 還有學養 要夠 第二個 他要有領導的魅力 第三個 要有優秀的國會助理團隊 這個 這個 蠻重要的 因為 現在的 這個國家 事情太多 各方各面的那個專業 你不可能每一個都會 好比說 現在比較新的 大概 二三十年前 都沒有所謂環保 這方面的 那個要求 那麼 最近因為工業發展 尤其是化學工業 造成很多 那個污染 包括空氣污染 水污染 還有 土地的污染 那麼這些環保的一些法規 很多都是新的 那一般的 國議員也不可能 通通了解 那麼就需要有一個優秀的 助理團隊 來幫他 分析 來抓重點 然後提供給議員 去質詢 或者是 來 提案 那麼領導魅力 這個 很多都是天生的 像我們秘書長 你看他那個 在演講那種 那種魅力 我跟在他旁邊 三年多了 我學不來 這真的天生的 天生主人的 他那個架勢就 像以前 兩千年 陳水扁總統 他在選總統那時候 那種氣勢 我那時候 只要他到南部演講 我就一定跑去聽 二三十萬人 尤其大選前戲 那種情形 那真的 讓我們很興奮 聽他講的就很爽 那種魅力 很難學 因為他說 好嗎 大家也好啊 手送 那我就是 我們學不來 所以 阿扁你不看他 阿扁要做國會助理 那時候 他真的是超級國會助理員 他就是在 這個 蓬萊島案 他以前有一個 蓬萊島雜誌 阿扁做社長 他 裡面有一篇文章 他在諷刺這個 這個 蓬萊島 說 把翻譯代替著作 他又蓬萊島 那時候你知道 國民黨 那個 發明是國民黨開的 所以阿扁他又 他又蓬 十五月 在那間 在那間 在那間是 剛才那天要選 禮拜議員 那時候 吳淑貞去選 哇 最高票當選 阿扁出來的時候 變 阿扁來做立 因為吳淑貞的 超級國會助理員 阿扁很厲害找資料 所以那時候 吳淑貞做禮拜議員 做得輕輕 很多機密的資料 很多人都很要拿給阿扁 阿扁 阿扁 整理後 吳淑貞到國會 殿堂裡面 質詢 行政院院長 所以那時候 請到電視記者 每天都很要去找 訪問 這就是 後面有一個 國會 超級國會助理員 這個國會助理 要做到 中華民國立望總統 大家那時候也想不到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些國會助理 好比說 謝長廷以前有一個國會助理 叫做卓榮泰 他也是 在國會當助理 選手以後 他自己也跳出來選立法委員 他也當選 好 那麼國立國會助理有哪些種類 我們來以美國為例子 他有國會的領袖助理 就是參眾議院的議長的這個助理 還有國會秘書處的助理 再來就是各委員會的助理 剛剛講的有20個委員會 他們也要有一個助理 來涵整一些各委員 各議員送來的資料 還有整理成策 或者什麼議案提到 那個相關的委員會 那麼你要製作一些簡報 讓每一個委員可以 有資料可以看 可以去了解 這樣的情況 這樣在開會在審議的時候 才比較容易溝通 效率也比較好 好 還有議員個人的助理 這個 就是 每一個議員本身 剛剛講的 要有一個助理團隊 來提供 這個國會議員 一些相關的幫忙 來分擔他的一些 資料的整理 好 那他有哪些功能 他有分行政助理 就做一般的行政處理的 這個事項 另外一個這個比較重要 就是法案助理 那這個就比較專業了 所以你看美國國會議員 他們的助理 他們大部分都是名校畢業的 都是學養兼優的 就是很多 案子都是經過這些專業的 那個法案助理人員 來提案 來送到國會的相關的委員會 審議通過 再送到整個院會通過 所以這些國會的助理 他們在美國的國會助理 他們說比較專業 不像在台灣 目前中華民國這個體系 很多國會的助理是 是阿薩普魯耶 為什麼 都是條阿咖 而且他還來跟你說 我不用錢 為什麼 他都只要 那個 立法委員 你幫我 印一個名片 說我是你的國會的助理 他就可以拿這個名片 到公家機公去可以說包工程 或者是招搖撞騙 說得太痛了這樣 還有秘書 大部分像這種秘書就是國會議員 他本身很得力的助手 有些還要處理紅白鐵 在中華民國體系下 這個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一直很反對 議員去跑那個紅白鐵 不務正業 他只是在鞏固他的選票 不是在為全民求法案的福利 這個我非常反對 所以包括有廣播界的一個名人 穿衣服不是跟我們穿不一樣 他就是穿那個 道袍 那不要說了 OK 好 那要怎麼聘用 基本上他也有法律的規範 第一個 他是基於議員的個人的企業關係 好 有的要經過通過國家的考試 還有 不得聘用親人 不知心除外 這個就有問題 就剛剛講的 你只要印名片給我就好 你叫我做什麼事都可以 而且不用薪水 然後拿名片出去 可以押 這個地方的小官 大官他押不住 可以在地方可以押小官 因為我這是中央的國會的立法委員 好 那麼國會立法有哪一些技術的觀念 哪一些我們要了解怎麼來立法 第一個 要先了解百姓的需要 或者百姓有來陳情 說希望立個什麼法 來保障人民的權益 那麼你要了解 通盤了解以後 而且你要了解 是不是已經有 本來就有通過的一些法案 不要重複提案 到時候在委員會就被刷下來 那浪費時間 好 那麼經過了解 確定沒有 分析經過 沒有重複的 那需要重新新立一個法案的時候 那麼 就可以 開始 來了解 要怎麼分析 怎麼製作一個法案的提案程序 好 而且要經過設計 要把整個大標題 立得很清楚 可以讓人家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重點 可以大概知道 你這個立法的用意要做什麼 要有一些總說明 擬定一個整個總說明 基本的開說 然後才開始戲目說 第一條要什麼 第二條要什麼這樣 要經過整個設計擬定以後 到最後整個法案提案出來的時候 你還要再交審過 看有沒有錯別字 或者編排順序不恰當的 這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 弄好了以後 送出去 你這個如果提案做的簡單明瞭惡要 讓其他的 這個委員會裡面的議員 一看都很容易了解的話 在審議的時候就很快速 不會一直在問這個為什麼是這樣 那個是為什麼這樣 這個很重要 這基本上 包括將來我們這些行政人員 通通是要提出一些立法的 這些提案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這個程序 那麼在提案的時候 在內閣制的國家 大部分都是由行政部門機關來提案 就是各位隔員 所以你們很重要一定要了解 不要認為說 這個都是國會議員的事 錯 其實大部分立法的初步的構想 初步的提案 都是經過隔員的行政部門來提案 因為在英國他們有統計過 百分之86 立法通過的案件 是經由行政部門提案 然後所提出來的案件 通過率有百分之多少 非常高 百分之97都通過 這就是說 內閣制的好處 只要行政部門提的案 百分之97就會通過 我剛剛講過 府會和諧合一 所以效率很高 不會一提出去又被打回來 好 第二個 就由議員提案 另外 國會是專業的立法機關 可是很可惜 因為國會議員的資源比較少 行政部門的資源比較多 他有很多相關的單位 可以來聯合組一個團隊 來設計一個新的法案 來應應現在新的 這個時代的潮流 那麼 國會議員頂多只有他的助理團隊 但是他助理團隊 又受到預算的限制 不可能聘請一大堆人 所以 剛剛講的86%是 那個行政部門提案 剩下的14% 才是由國會議員來提案 而且他這個議員提案 通過率只有38% 為什麼 那就是他的本身的資源 議員本身的資源比較少 所提出來的法案 大部分只是他地區性的需要的 這些提案 而不是像行政部門 他是比較能夠廣泛照顧到 整個國家的國民的這些提案 所以你看 提案數也少 通過率也少 所以你就知道實際上立法 可以說是行政部門在立法 好 審議 那麼 所提出來的議案 要先交給議長 然後由議長來看一下標題 你這個是屬於環保部門的 或者是屬於交通部門的 要交給他們相關的委員會 好比說有環保委員會 或者是交通建設委員會 送去給這個相關的部門 他們經過審議 如果審議通過 好 再交到大會來審議 好 在大會審議通過 然後就要表決 經過大會表決 那麼如果表決通過以後 OK 恭喜 這個法案就通過了 可是後面還有 還有送到行政首長 首相或者是總理那邊 去給他簽名附屬 然後再由行政部門去公佈 可是你要注意 後面這個附屬跟公佈 你要不要附屬 行政首長如果不附屬 也沒有關係 你不公佈 也基本上沒什麼關係 因為不影響 這個大會表決 已經通過了這個法案 已經成立了 你沒有附屬他還是成立了 他要交給行政首長附屬的意思是什麼 就通知你 我們現在已經 新通過一個新的法案 你要依這個新的法案 依法行政 讓你知道你要簽個名 你不簽名 趕快這個法案已經通過了 你不公佈一樣 也不影響這個法案已經通過 只是要讓這個新的首長知道 已經有新法案通過 公佈讓全國的百姓知道 有新的法案通過 讓全國人民也來遵守 好 那麼內閣與行政府 一般像中華民國他們講的 叫做行政院 那 因為我們是屬於內閣制 所以我們就用行政府 那麼 像中華民國體制 它是什麼體制 總統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有責無權 因為一些真正任命的 阻隔的時候 大部分是總統屬於的人選 所以 又不像 內閣制 也不像總統制 就是新疆有一個叫做 烏魯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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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就好的制度 讓中國人惡勒都走經理 全世界最好的制度 到 在中國人的手上 都 走進 走經理 都不會精準 都外出的 這很奇怪 我說像 美國發明這個直銷制度 那些 那些就體育 體育中華用 那些公司怎麼到 因為美國 很好的 讓你伺行一個 一個月 你如果說怎麼搬 拿回來行 大家都用到 存一筆 都拿回來行 那些公司怎麼不用到 啊 你看中國人 外胎高 貪小便宜 洗碗筋的小便宜 他就是 去買來用 用到 存一筆說搬 拿回來行 用百分之九十幾 才說搬 拿回來行 拿錢 啊 在美國 中國人移民去 那時候 錄影支援 也像你去用一個月 啊 看看 到 29天 拿回來行 不用錢 又去北京 又買一家 回來行 29天 拿回來行 都用這步 這樣 剛才 這個公司就 可能要倒 這很好的制度 美國有很好的制度 如果那個中國人 都判他 行政制意義 它有分 消極意義 消極的定義 就是說 只要你 除了 立法 除了司法 以外的 都算我 行政的權利 來 我閃不中 沒喝就在水 那罐 那罐不是水 不是手嘛 好 再來 範圍定義 這範圍定義就是說 只要立法 部門 國會有立的法 我就依這些法 依法行政 但是你知道說 國會議員所立的法 都是大原則性的 他不可能 變得很悠 所以 行政部門 他還要自己 制定一些規章制度 有沒有 像說現在 建築法規 有沒有 再來 食品藥物的管理 有沒有 法規 跟醫藥管理法規 還有什麼 我的 電視這方面的 這都要行政部門自己去定 那麼 再來 像一些 管理 比如你要去 建設管理這方面 你要去 港口 去公路 鐵路 交通建設 還有機場 這些 也都要有行政部門 來規劃設計 而且他要 相關的法規來 管控 來監督 來驗收 這些 都買行政部門 要去做 不可能叫 立法部門去做 再來 像公共事業 你說 水電瓦斯 這都要 政府機關出手來做 比如說水電的管路 瓦斯 以前的瓦斯 你說三四年十年前 可能大家都買一桶回去家裡用 那麼現在是像自來水一樣 也有自來瓦斯 那這些自來瓦斯也要配管 配到你的大樓 配到你家裡去 所以這些 這些 這些 屬於公共建設的 也都 這個範圍 都是屬於行政部門 要去做的 好 那麼還有一個實質的意義就是說 整個 整個行政 大權 現在我用行政大權 就是實際上 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行政部門 比較有power 那麼你選舉的時候 像 總統制他們在選總統 只要你選上總統 那你這個總統 將來就是掌握行政的大權 那麼內閣制的國家 尤其像日本 日本是眾議院優先制 就是 眾議院的決定 可以優於參議院 所以是 選眾議院的時候 他們就叫做大選 因為眾議院你選的 這個席次最多 尤其你如果過半數 你這個黨就可以有組閣權 就可以黨魁去當首相 那麼這個組閣權一組閣 整個行政權就是在這個 所向這個團隊裡面 所以 實際上就是 選舉就是 選 在內閣制 選 尤其像日本 選眾議院的時候 就是總 等